听众朋友 大家都开始误会了大宝贝 小宝贝就是宝师傅 不是啦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邀请了位宝贝 可是这个宝贝等一下才要介绍给大家 因为呢我们要先给感谢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广年度的拍卖活动 拥抱希望传出爱 拥抱希望传出爱呢 今天呢要展开意卖的呢 是密封工坊所提供的三日林 风亡江胶囊 很夸张哦 这个三日林风亡江胶囊 在十点以前就已经被抢光光了 所以呢好多人都没有抢到 好多人都没有买到 而且呢我那天 今天我还听我们家气质力文讲 我们在卖那个 对不对 卖厨师机 天啊我们厨师机亦卖四组 结果呢要买的人超过四十组 听众朋友你们在跟我抢厨师机吗 因为我那个时候看到了三菱的厨师机 我也想买啊 因为那款非常好用 结果本来易卖只有四组 结果买的人是四十组在抢 四十组在抢 四台厨师机 那像今天的这个密封工坊呢 更好玩了 十点不到就已经卖光光了 所以密封工坊呢 紧急加码再捐赠二十八组 紧急加码 那所以听众朋友呢 如果你们现在还想要买密封工坊三日林 封王将胶囊一盒六十粒 好 加上大甲 大甲骂平安密 四百二十克两平 现在就赶快赶快追上这一档 义卖专线是零四 七五三三九九五 零四七五三三九九五 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这一次呢 是为了财团法人切夫之爱 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替他们筹募失智家庭照顾与早发失智证援助的专案 所以呢 你们所捐出来的 你们所捐出来的钱 还是你们所抢到的这些义卖商品 全部都会捐给这个专案 来替他们筹募基金 好了 超级美食家 等一下我要讲 原来的价格是三零三零一八元 结果呢 他呢 有一个非常特惠的价格 我有看错吗 变成一三九九元 变这么便宜 哇 蜜蜂工坊真的很棒哦 蜜蜂工坊的无尊 漂亮的无尊 黄青黄 我们在这里谢谢蜜蜂工坊 好了 超级美食家 今天呢 来给大家介绍 我的小宝贝 哈哈 来啊 我的小宝贝 你是谁 我是林维莲 你是林维莲 林维莲是谁呢 你该不会回说是王若瑶的小宝贝吧 怕会有误会 怕会有误会 怕保师傅等一下 一开始你一结束 保师傅就在现场等你 对不对 来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国宾饭店 A-Cart的行政主厨 我其实不会念你的那个头衔 你把那个头衔背变给大家听 大家好 我是国宾饭店 A-Cart牛排馆的行政总主厨 不对了 你不是用57字的那个 那个是很久以前 真的 现在直接缩减就好了 直接缩减 A-Cart的行政总主厨 林维莲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到林维莲 不是为了牛排 我很意外 他今天带了一桌的菜来 我本来是想说 因为维莲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不是第一次了 对不对 因为维莲的菜呢 我试到我都没有兴趣了 林维莲就说 了解 你怎么都不来试菜 我就跟维莲讲 我说你的菜完全没有问题 你的菜呢 怎么吃怎么对 这个其实不用再讨论 所以呢 等于是维莲请我去试菜的时候 他说我怎么都没有反应 并不是我不爱吃 林维莲的东西 是因为他的东西 是高标过关 然后就像很多人就在问说 怎么第一年米其林来到台北的时候 怎么A-Cart牛排馆没有 你其实是今年发布的时候 对不对 你才拿下米其林一新 是 才拿下 听起来好怪 好像是在修理他 不过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你今天为什么穿黑色 你今天怎么没有穿那一件 拿去洗 好讨厌 听众朋友 我本来以为他今天会穿米其林指南 送给他的那一件 不过我有照片 因为那天我有特别拍照片 一直都要等林维莲来上我们超级美食家的节目 然后才要给大家看的一些照片 今天其实要来讲林维莲的厨师之路 他既然带了一些菜 也给大家顺便看看 很煎熬 对不对 有拿到米其林跟没有拿到米其林 其实同样煎熬 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吗 还没有拿到米其林之前 是大家眼睁睁眼巴巴的看着他 拿到了米其林之后 大家更是眼巴巴的看着他 就希望米其林的一新主厨 能够做出什么更新的东西 还是更厉害的梗 对不对 压力其实并没有减少 然后我要问一下林维莲 老板有买车给你吗 没有 还是没有 好吧 算了 因为我们听说有人拿下了米其林星星 结果老板送他的是一辆车 我都以为林维莲也会有 结果没有想到林维莲没有 不过没关系维莲乖哈 因为我相信 机会是永远给等待好的人 我觉得林维莲就是 我眼中等待好的人 不是等待好的宝贝 大家不用紧张 好 我们今天呢 先休息一下 我先做功课 先把照片拍一下 因为他今天大费周章 还带来了两块牛排 你今天要干嘛 他给我吃到饱 吃到满 没有 其实就是带两块牛排 就是一块可以等一下给同事 一起享用 所以这块是我的吗 对 这块是 等一下我要给大家看 这块是我的吗 这块是我的 真的还假的 我整块都是我的 我怎么那么爽 等一下林维莲 你为什么还带了 你还带了什么东西来 这个是虾的泡泡 我还没有打 好 那我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让林维莲 在我们现场煮 煮这种让米其林的评审 感到惊艳的料理 其实呢 维莲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不止一次了 我其实也不想用牛排来定义 林维莲 我这样讲 对不对 维莲 大家其实都在讲牛排牛排 可是我觉得 Ecard有趣的是 不是只有牛排 Ecard有趣的是 Ecard他 好会做这些钱菜 而且呢 我连还全世界到处跑 去看东西 他们家也有很特殊的食材 这就是为什么 在新冠肺炎 这段期间 有钱人都不能出国的时候 你们家生意变很好 对不对 一直都 一直都很好 也不要讲有钱人 像我这种我也很喜欢 我这样讲很好笑 因为我曾经跑去林维莲 那边请客 也不叫请客 是带很好的朋友去吃饭 在包厢里面 三个女生 大蛋牛排 我是王日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国宾饭店 Ecard的行政总主厨 林维莲 威廉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跟大家聊天 其实今天的这一集很轻松 因为呢 米其林指南今年延后公布 会发现呢 有一些餐厅呢 从来没有栽过新 可是他栽新了 Ecard就是其中的一家 老实讲 其实第一年没有 大家都在想说 奇怪 遗珠之憾 遗珠之憾 可是在第三年 美梦成真了 威廉能不能够讲一下 这样子的心路历程吗 其实前两年 就是没有如愿拿到新鲜 其实也没有 特别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们都还是 一直不断的 把最好的料理 呈现给客人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看你的肢体语言 跟你嘴巴里讲出来的 好像不太搭 听到朋友 如果有追上直播的话 发现这家伙 好像有一点在撒谎 你老实讲 米其林第一年 来到台北的时候 大家都想要摘 没有人不想摘 对不对 那没有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觉得很愤怒 真的没有愤怒 很想杀死评审 也不会 真的不会 因为老实讲 你们家的牛排馆的水准很高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自己总觉得 米其林只能来到了台湾 它对于饭店反而比较 你知道 因为我在其他的城市里面 饭店里的高级餐厅经常摘薪 可是台湾反而没有 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A卡也是 就是目前饭店体系 西餐第一个拿薪 我觉得还蛮意外的 很厉害 蛮意外 不敢讲很厉害 他现在都不敢讲很厉害 都好怕人家来踢管 是不是 真的是蛮意外的 可是总是觉得 好像第一年 你知道就应该 要被看见 然后甚至是给予信心 我自己还蛮喜欢林伟廉的 我让伟廉讲讲自己 你其实是科班出身 对 就是开平地 然后后来就直接 就是先在餐厅里面工作 那工作完以后 颠沛流域 应该是说到处就是 学习 对 学习 好听的就是学习 对 然后就是在27岁的时候 进入国边 所以你好年轻就进入国边 对 40 40了 你在国边待很久了 13年 13年 对 可是是从削马铃薯皮开始吗 没有了 因为大家认为进到西餐厅里面 其实有基本功要做 对不对 是 那就是进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A卡刚开始筹备的时候 就进来了 对 就是一直做 做到现在 好 然后呢 还有 就是呢 我最喜欢问厨师一个问题 我喜欢问厨师的一个问题 就是 你的师父到底是谁 我的师父 要老实讲哦 就算师父已经变仇人了 也要讲 这样我要怎么讲 他一定要讲到邓有鬼师父 在牛排这个领域 当然 无可厚非一定是 邓有鬼 他是我的启蒙 嗯 那当然 其实其他的 我觉得每一个学习过程 都有不同的师父 对 实在很好 很好玩耶 听众朋友一定觉得王瑞瑶好好笑 老师请一些特别来宾 然后问一些特别来宾 如坐针毡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关键是在于 我觉得料理如人 我自己一直都这样子认为 如果他能够很认真的面对他自己 还有认真的面对他一路走来的过程 他的这个料理也的确就是真实的 是不会耍花枪 这点我其实在林卫廉身上看得很清楚 因为我知道 Eckard早期有名是因为邓有鬼师父 对不对 他那个时候就请他来做顾问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在了 你那个时候负责做什么 其实就是牛排 就是负责煎牛排 就是负责牛肉这一块 对 你可不可以具体讲一下 什么叫做负责牛肉这一块 不是邓是父间的吗 不是吗 因为我是跟Danny一起从Soloma过来 然后当然他一定会需要一个 就是负责帮他弄牛肉这一块 所以等于是Soloma的时候 你就跟着他 Eckard 是 是他的算是他的左右手吧 这样讲吗 应该算是 就带来的团队啦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在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有关于牛排 学到了 就是其实他对于一些比较细节 会比较有一些要求啦 那当然就是 我觉得他每一次 就是可能在出餐前都会去 试吃的这个动作 其实影响我还蛮深 对对对 那到最后会变成是我会去 不管去发现了什么样 其他品种 或是品牌的牛肉 其实我都会一直去要求自己 就是说一定要觉得非常有把握 然后经过不断的试吃 然后才可以推出 这个的确也是我对邓有鬼师傅 非常深刻 有一个印象 就是邓师傅说每一批进来的牛排 他都要吃 他都要试 可是你跟邓师傅身材差蛮多的 他每一批都试 他瘦瘦的 你每一批都试 你有 因为他打高浮 他有打高浮 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我们今天根本就是来做厨师大爆料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你等我一下哦 一直有人反应说来宾的声音听不到 现在OK吗 不OK的话你就打一个X 你知道 你打一个X然后我重新接线 好来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其实是很轻松跟林威廉聊天 而且其实很难得 因为他真的很难得出来跟大家聊天 他好忙哦 现在的生意满到什么程度啊 Christmas跨年 对你满了 过年 那我要按插两个位置呢 只能坐在厨房门口了 然后大家端菜都要借过 瑞耀姐借过 瑞耀姐把师傅借过一下 是不是 都已经满了嘛 我觉得我们那次去吃饭 也都是在很满的状况之下 抢到了一个包厢 所以这个算是米其林之后都一直满吗 其实米其林还没有来之前 你们家声音也一直都很好啊 其实都还算蛮不错的 应该是说因为今年新冠肺炎的 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可能在初期 有稍微受到一些些影响 就四月了 对三四月 那其实五月份以后 就是母亲节过后 就其实整个都回档 而且还有就是因为新冠的关系 大家也喜欢把钱都放在台湾消费 吃好的喝好的 然后重新认识台湾的这些好的餐厅 然后甚至于米其林指南 本来是外销指南 现在都转内销 对不对 大家都以那个东西为一个标的 可是我想要问一下林维莲的就是 拿到了米其林星星之后 有改变吗 就比如说消费者有改变 你们出菜有改变 你们的出菜内容有改变吗 就大家对你们的期待有因为这样做修正吗 应该是说消费者其实他真的会更愿意 花就是预算在吃这一方面 就比如说今天我带来的Family 其实那时候的其实会有点担心 就是说就是可能怕消费者会没办法接受这种价钱 是什么价钱 我给大家看 因为是广告的时间可以告诉你价钱 就是这一份单点的话是3200 400克 对 400克3200 对 423000克 好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420克连股对不对 对 把股头都算给你 对不对 就是3200块 然后如果 不好意思了好有感觉 如果如果就是一个人的晚上一个人套餐 等于是你再加1200等于是4400 4400 就如果我要选这个做主菜的话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再加上旁边 对 有可能不是旁边这些了 是 是不是 然后这都是套餐的选项 对对对 可以选ABC 对对我可以这样 就是钱差其中的一道 所以加上小费应该要超过5000 差不多一个人就是要5000块 但是呃没想到很意外说 其实这一这一这一块牛肉 就是平均一个月的月销量 大概可以到达快500公斤 哈 真的 叫你叫 等会让你叫 这个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讲这块肉 从哪里来 是 到底发生什么事 怎么变得那么爱吃 我是王润阳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国丁国宾饭店 Acard行政总主厨林维莲 威廉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Acard其实不止台北有 Acard新竹也有 对不对 是 高雄有吗 高雄 正在筹备中 对不对 有可能 不知道 他好老实 他不知道 等于是台北新竹都有Acard 都是在林维莲的 指挥之下 我们现在手上开直播 我们直接照到一块牛排 因为刚刚在广告的时候 又要赶快直接切入重点 本来还让林维莲来聊过去 聊未来 我发现不行 我们一定要聊现在 就是现在我们的牛排 他带来了这块牛排 这块牛排号称为 牛排界里面的爱马仕 而且林维莲讲说 当初在推出这块牛排的时候 还有一点点担心他卖不动 因为他的单价并不便宜 他的单价是400克 3000块还要再多一点 我们不能够讲确定的价钱 在广播里面 可是很意外的 这块牛排一个月卖了多重 多少 将近快500公斤 将近快500公斤 因为不是去Acard吃这块肉 因为吃这块肉之前 你还要选择变成一个套餐 等于一个套餐是超过5000元的 可是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块肉到底从哪里来 为什么这么厉害 这个是从美国的 旧金山的一个 Fanery的一个肉铺 然后就是把它 我们是算是首先引进的 对 有什么厉害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带骨热眼 带骨热眼其实选择很多 对不对 对 美国的蛇和牧场也有 是 我记得澳洲是不是 也有 也有 对不对 都是像这种带骨的 应该是说 就是Acard的一个 做干事熟成品相的牛肉 基本上它都一定是带骨的 嗯哼 对 就带骨的话 其实它熟成味道会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不一样 熟成也都是自己做吗 对 熟成都自己做 嗯哼 对 他们家有一个很厉害的熟成室 我有进去过 嗯 我有进去过 那所以等于是 不知道为什么这块会这么受欢迎 为什么它会号称为 肉铺界里面的爱马仕 发生什么事 因为它这个基本上它很多一些在加州的一些明星的大厨的餐厅里面的牛肉的瓶项里面也有就是Family这一块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的牛种它是hosting的牛种 其实hosting对于在台湾来说就是乳牛 对其实不管Acard的比如说像Family 然后或者是那个Cedar River Fund其实它都已经算是hosting 嗯hosting其实呃应该是说并不是牛肉只有Angus好吃 应该是说乳牛也可以养成很好 对一个肉牛 而且而且呃当我在决定要引进这一块的时候呢 就是其实 Family的老板他们也有跟我去分析过 就是说在美国现在养牛的一个生态就是养hosting 它算是未为一个风潮大概有十年至十五年 嗯对因为他们后来发现就是说用hosting去做饲养出来的牛肉 它的品质非常的稳定 因为我们其实讨论的都是安格斯 我觉得在呃台应该是说在台湾大家在宣传呃好的牛肉 在最近这几年都是在讨论安格斯 是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呃叫什么Family对不对 对的这个肉铺所提供的带骨的乐颜 我现在其实有近拍这块肉 天哪它的表面好漂亮哦 大家有看到这个亮亮的 这个其实不能够称赞牛场啊 这个只要称赞林威廉 这块肉可以烤成这个样子 嗯这么美 然后可是呢 刚才讲说干事熟成 到目前为止国宾饭店都是自己做吗 我给大家挑的是铸铁锅哈 他今天这么重的铸铁锅也给我搬进来了 所以也还是自己做吗 还是你自己的传统 对都是自己熟成 因为其实林威廉呢 组长了Acard之后呢 Acard的牛排就有自己的一套SOP 我刚才有说过 我其实有进过他们的干事熟成室 而且干事熟成室哦 太惊人了 惊人的原因是这个疯子 什么东西都熟成 嗯 我第一次看到了鸭胸 对不对 对鸭胸然后还有牛羊 有对不对 羊对 然后还有我记得林威廉有一次还挑战了400天 是最高到400天 实验实验性质 实验性质 然后甚至有一次还公开给大家那个测试 就是干事熟成 呃两个叮咕的PK 是我如果没记错 你看瑞瑶姐姐没有得初劳症哦 我今天对我吃的牛排都很清楚哦 就等于在那一次做PK 然后让消费者自己投票的那一场我觉得也很精彩嗯 可是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是要坚持自己熟成吗 对 一定要自己熟成 什么理由 我觉得 比较 在 安全方面觉得自己比较能掌控 嗯 怎么说 呃 因为你收成过后你一定要去切吗 嗯 那你切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判断这个肉到底好还是不好 嗯嗯 那可能就是如果说是我们去买国外他收成好的嗯那我并不能保证就是说他在这个运送过程当中如果他失温啊或者是或者是破包啊然后或者是说那请问一下那如果发生什么问题那要 然后怎么去厘清这个责任嗯嗯嗯对就是如果说是自己熟成的话就完全都是自己可以在掌控的范围里面好我们再让威廉来跟大家讲牛肉要熟成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提升他的风味嗯嗯其实并不一定是要让他的肉质软化嗯其实风味才是最大的一个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的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美味的关键点可是因为提升他的风味到底有什么风味呢 呃当然每一个品牌的牛肉他所呈现出来的熟成过后的风味其实都不尽然相同嗯有些他可能他的可能就是类似有点像 旨味的味道会会比较比较 滴辣对辣他这个甜是他本身里面牛肉的一个 成分里面然后就是熟成过后让他转换成嗯他的甜味的一个来源 你可以讲说是什么氨基酸啊腐氨酸啊什么之类的鸡肝酸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太这个太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呃有些呃像我们之前就是当我们现在还是有在推出那种澳洲的那个老牛熟灵牛有没有对五到七年的对对对对那他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哎那牛养那么久会熟成后会好吃吗反而他会有更不同的风味产生对对对对那其实今天因为可能就来不及我还有就是一个正在实验就是澳洲 澳洲洋的加利西亚牛你什么东西澳洲洋的什么加利西亚牛加利西亚对就是西班牙的牛今天下午才会去做切割就是试验的对等一下我要问一下威廉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我们的牛肉从明年一月一号开始是我们已经放宽了 那个牛铃的限制我这样讲对不对本来之前是三十个月以下的月铃嘛明年一月一号其实大家都在讲来猪来猪其实牛肉有一些部分也松绑了对不对是就会开放三十个月以上的你有新的想法吗老牛会涌进台湾市场吗 其实要看美国当地他他在养这个就是熟灵牛这一部分有人跟你接触老牛吗目前好像就是有大约询问过一些肉商然后他有就是一些资讯pass过来就大概其实好像厂家也没有说很多因为我要跟大家讲老牛其实是欧洲的一个趋势 是我去欧洲旅行其实没有在讨论因为其实有可能是因为狂牛的关系了防范狂牛可是在欧洲我其实吃的都是牛铃比较大的是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也会改变整个台湾肉牛的牛排至少排类的生态了嗯然后你说你们即将要进来的这个西班牙对什么时候可以吃的到哎不行你要先熟成吗哎就是上一次就是已经熟成但是就是结果发现就是他送来 这个规格跟品种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又重新再来一次所以今天刚好就是满六十天今天满六所以今天可以开吃了吗今天没有等到我晚上我要先试过我才能决定说要不要再引进好我们其实追上直播的有董青青师傅董青青师傅好久不见了董青青师傅我昨天才跟你们家董事长Gordon在一起昨天前天前天才跟他在一起美孚饭店 呃米香的前主厨对啊董师傅好久不见哎等一下所以等于是你这样默默默默默就弄了一支秘密武器哦也不是秘密武器有恩让斯吗有吗我现在在看两个公关哈两个公关乖乖坐在这边然后还有一个可爱的师傅师傅也是乖乖坐在这里天哪这有恩让斯吗你们还没有这已经等于是已经秘密武器那个做了六十天了是不是对就其实都还在试验的阶段啊因为如果真的试验真的很成功的话 那就可能会把现在的手女就是替换掉好对我要跟大家讲啦因为我上次去A卡吃饭是一个有钱的朋友请客然后呢那天呢我们其实呢主要是要试这块肉可是呢呃这块肉其实不过瘾对不对大家都吵着要吃鸭熊我觉得那天我们那天吃了三种肉我记得有一个是鸭熊因为好像要追加鸭熊是还有一块是什么我忘记了因为我会把照片PO出来我觉得在A卡的最好玩的就是 我可以试很多不一样就是林威廉他们家自己熟成的肉品当然这个价格都是要再跟林威廉自己制定 我是王若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兵饭店A卡的行政总主厨林威廉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威廉来跟大家聊肉来跟大家聊自己可是看起来今天好没有办法跟大家聊他自己了因为本来想说今天威廉两手空空可能会带着米其林发给他们那一件 厨师服来给大家秀一下结果他说厨师服送洗了因为每一个人呢进到A卡的吃饭都要看林威廉穿那一件厨师服拍照跟王瑞瑶一样好那所以呢今天呢回到了我们今天的料理刚刚其实有讲到说他们家做了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现在也不在现场呃来自西班牙的加利西亚牛加利这是什么牛啊加利西亚就其他是一个品种加利西亚牛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我们讲的豪斯丁也不是我们讲的黑的红的亥格斯长什么样子白的吗就长了一副牛一样 他就是很就是在在意大利当地就是很有名的牛种那所以这次来的是西班牙就长得很牛的一只牛啦 你怎么会选择他你要怎么做呃其实也是干事收成嘛然后再就是再就看他比较适合煎烤还是直接用chaco 嗯还是直接用超级烤箱最快什么时候可以问是因为其实他要试过今天刚好60天那如果就是试验成功的话我才会下定嗯下定然后到明年一月来然后再过两个月我揍你哦才可以上市所以换句话讲现在是试验当中哈哈哈我本来要跟听众朋友说哎明天晚上去欸卡的牛排馆就可以去吃新的这只嗯对不对新的这个品种的牛就还没所以所以你看就是我要推出一个新的牛排的时候其实不是 冒然的推出是要经过不断的事业其实还是很有趣啦就比如说他一开始要试这个牛的原来的样子然后要经过收成而且这收成天数的60天也不是随便掰对不对是嗯哼就是根据之前的经验然后去判断就是说大概收成需要几天嗯哼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在试这个干事收成之前我们有先试过失事收成嗯但是后来觉得就是说这个失事收成在如果推出的话嗯推出的话就其实 你一般可能消费者比较没办法接受我觉得一般消费者或许都是以美国牛肉为为一个基准对不对为一个基准点是他可能会以呃对啊我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刻板印象了嗯我自己去了呃我自己去了那个西班牙吃了他们的老牛之后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也被我完全打破嗯不一定是呃油脂很多很丰富对不对瘦肉里面有长油就是好的牛排嗯 嗯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点点改变就像有的人也不喜欢日本和牛是对不对是嗯哼好我们现在在现场哈带来了这个几道菜有四道菜林威廉那么辛苦的带进来我不能够视而不见本来想说让威廉自己来聊天我们其实刚刚已经介绍了这个这一道哎我还是给大家看铸铁锅这个叫做呃菲拉妮菲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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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 菲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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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一下其实烤这块牛排 其实是因为干湿熟成的关系 是不是 你看它的表面的焦点才会这么美 我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你看闪亮亮闪亮亮的感觉 而且你们家其实从开幕一直到现在 都是一直用铸铁锅来做保温 是 什么理由 你也没有感觉 它居然还在滴油 我赶快把它拿过来 其实它铸铁锅这个 我们曾经有想过说 用其他的容器来看 可不可以就是呈现有保温的效果 但是还是铸铁锅是最好的 应该说它保温性 对 当然不是说就是一直要求 是它的铸铁锅是非常热 而是说可能就是有计算到 就是说你 呃牛肉上给客人以后 嗯 它必须不是说必须 就是有可能是在15分钟 的这个吃牛肉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牛肉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失温 算过客人 对就可能大部分应该都会吃 大概差不多15分钟 就计算过客人 他其实在吃的时候的这种温度 还有他不是用这个铸铁锅去做烹调 你们不要误会了 是 这个铸铁锅本身是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是呃 这块肉 它的风味很好 而且我记得我们那天大家在吃这块肉的时候好高兴哦 呃 来一点红酒 然后呢慢慢慢慢吃慢慢平饮这块而且带骨的才会香 是对不对 还有我记得林威廉你们家现在还有日本和牛吗 有还是有 因为你跟日本和牛的做法我觉得也是跟别人不一样 嗯 因为你针对肥的肉特别有心得 跟对瑶瑶姐一样 哈哈哈哈 瑶瑶姐是一块比较肥的肉 你们家的日本和牛怎么处理 呃我们呃就是在日本和牛这一块我们是用两种嘛 一种是神户 一种是仙台 嗯 那之前是用飞坨 嗯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两块就是比较处理的方式就是 我们把在出餐的之前呢 我们会把猪蕾锅烧得非常热 嗯 更热哦 对更热 然后就是出去的时候会有滋滋的作响 那因为呃会发现就是说 如果按照一般煮铁锅的温度去保温日本和牛的话 他吃到第二块第三块的时候其实客人会感觉会比较油腻 嗯 那如果 油腻感出来了 对油腻感会出来了 那就是如果把它烧得很热的话 其实他吃到后面 后面最后一块的时候 其实他的那个油腻感都不会出现 我就喜欢林维莲的一些想法跟做法了 就比如说大家会发现 他的出餐不是只有到餐盘送到桌子而已 就比如说餐盘送到桌子之后 有一些东西会继续考虑 就像我第一次在Ecard吃他们家的这个日本和牛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Do you poor的感觉 就比如说那个整个和牛表面 因为这样子的过程他把他的这个香气发挥到极致 他有一种类似桌边服务的那种戏剧感 是 对啊 就让我觉得很惊艳 好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 直播没有停哈 还有今天听众朋友面对牛排好冷漠 都没有人给林维莲按赞 也没有人赏星星 嗯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再回来 因为林维莲好严肃 林维莲我发现大家对你都好尊敬哦 为什么 听众朋友都好认真的在听哦 我看很少人留言 你们是不是很害怕去吃牛肉啊 我要跟大家讲哈 你们此生 大家其实在讨论 我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就比如说此生必吃台北市的牛排馆 很多人都这样子对不对 你看所有的人都是加入在观赏 很少人都留言 有一个人留言我念给他听 他说啊希望林主厨也能够保持精致的美式牛排 千万不要小气 他有小气吗 很妙哦 听众朋友说甜菜可以如法式精致 有人赏了50颗星星了 Pony小马赏你50颗星星 Pony立影一赏星星了 对啊他们家的没有小气啊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哈我最近一次去吃林维莲的牛排啊 我真的要很老实说 我所有的这种重心都被牛排拉走 我问你对不对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比如说我以前去A卡的吃牛排 我会看到美丽的前菜很开心 然后吃他这个鲜细的味道 可是我那天啊吃完了他三块肉之后 我觉得三块肉是完胜 就比如说你前面吃了什么前菜这件事不重要了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形容那样子的感觉 或许林维莲觉得很伤心 他说了解我前菜做的很用力耶 可是我真的要讲就他们家的牛排很强啊 好强劲的一个感觉哦 现在其实大家不用强劲 现在大家喜欢用霸气 所有的美食家都喜欢用霸气这两个字来形容料理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好好的介绍他所安排的前菜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跟林维莲有讲 我说因为他们家开的不是牛排馆 他们家开的是西餐厅 你认同家的讲法吗 他毕竟还是牛排馆 不是因为如果是牛排馆的话 大家或许认为只会做牛排 其实不是 你等一下帮我们讲一下 已经加的已经卖完了 蛤真的还假的 因为现在一直有变化 还是讲一下好了 蛤真的还假的 大家怎么那么热情啊 哦已经完销了 又来了追加的这个蜜蜂工坊 三日零 蜂王江胶囊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对啊 因为我喜欢林维莲的就是我其他的牛排馆吃 有头有尾 你认同吗 认同 有头有尾 而不是说我只期待吃一块好吃的牛排 其他都一成不变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哦 有头有尾 哦我知道他来讲 那个听众朋友很急 他说以前邓师傅在的年代 前菜比较小气 现在很大方啊 还有你维持 我刚才吓死了 我刚才看到牛排 我真是吓坏了 我想我印象中你不小气啊 我印象中他的前菜都变化多端啊 只不过我这次去吃的时候 我就都盯着那个肉排 你知道很开心这样子 好来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麦可卡 因为呢 我们的总机 还有呢 那个切夫之爱的基金会 都快被你们打爆了 因为呢 刚刚有讲 我们今年 我们今天 所做的拥抱希望传出爱的 线上义卖活动 今天是由蜜蜂工坊 所提供的三日灵 蜂王江胶囊一盒 还有加上 还有加上 那个大甲妈 大甲妈 阿弥陀佛的这个平安蜜 都已经卖完了 追加的28组 已经卖完了 刚刚我们家制作人 立文 赶快拿单子进来给我 他说 你们再打也没有了啦 已经都玩销了 可是呢 跟大家讲的是 明天要义卖的商品 大家锁定 明天要义卖的商品 是由德国凯茨所提供的 家用高温高压杀菌 蒸汽清洗机 S-C-4-E-A Easy Easy Fixing Easy Fixing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对于这个高温高压杀菌的蒸汽清洗机 大家先上网搜寻一下 明天要拍卖的是这一个 我记得去年这台机器也是一样被秒杀 所以大家卖过卡 那个蜜蜂工坊的三日林 蜂王江胶囊 已经全部卖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Eckhart的主厨 林维莲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跟大家聊天 本来今天要聊林维莲 结果全部都在聊肉 全部都在聊吃 而且呢 现场香喷喷 刚刚其实有听众朋友留言 留言说呢 他觉得Eckhart的 这个钱菜很大方 他希望呢 林主厨呢 能够一直维持这样子大方的态度 我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大方 因为今天呢 除了带来了这块 厉害的牛排之外呢 还带了三个钱菜 这个是什么呢 林维莲 这是香煎北海道干贝 然后搭配的是防风草做的泥 然后那个粉状呢 它是那个豆豉 豆豉 对豆豉跟松子打出来的粉末 干燥的豆豉跟松子 豆豉 豆豉先用白酒跟糖 下去泡一个晚上 然后再把它沥干 然后再去用那个风干机 把它就是干燥 然后再跟松子一起去打碎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维莲的料理的风格 很细致哦 大家不要看他大大的一根 跟王瑞瑶一样 每次都说 看起来其实不是 他料理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细致 而且它的味道层次多变化 所以这个是干贝 对不对 接下来的这一道 这一道很棒 这个是清干 然后上面搭配的是用青椒 还有红辣椒跟青辣椒 然后姜 然后去做成了一个沙沙 其实这个沙沙好好吃哦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上面看到透明状的那个是葡萄 葡萄丁 透明状的是葡萄丁 新鲜葡萄丁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知道在吃生鱼的这个部分 有很多变化了 我就喜欢林维莲在做这些料理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些很细微的饮味在上面 然后你会吃到不一样的口感 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跟林维莲 到处走到处吃到处看有关 对不对 我觉得你现在你在做的料理里面都有自己的风格 而且这个风格很强烈 大家其实一看就知道喜欢的 好 接下来呢 这个也是大家喜欢的 我要给大家看 他好厉害 他知道消费者喜欢什么 给你大干贝 有没有 给你清干好的鱼 然后呢 紧接着呢 这一道呢 就是煎虎虾 虎虾 虎虾 对 而且虎虾呢他要挤东西给大家看哦 现场来哦 这个是什么 氮气瓶啊 对 氮气瓶 等一下你挤出来的东西 昂昂的 然后他是那个用 川卫的公保的酱汁为做一个基底 然后做出来的公保泡泡 公保泡泡啊 你以为他是千岛酱 无析啦 不是千岛酱 对啦 是公保的泡泡 公保 而且呢 他知道我知道林卫廉最近这几年其实对于川菜其实还蛮最新的对不对 川菜的味道 因为果面就就川菜厅啊 可以去取法吗 可以啊 师傅是大方的愿意教你吗 嗯 他非常的大方就是都会我们会互相交流 你看好漂亮 听众朋友有看到吗 你知道这是氮气瓶打出来的公保酱 公保酱哦 然后可以配这样子的一个大胡虾 所以他的前菜是精彩的而且前菜也是大方的呃 来聊一下怎么样把 变成林卫廉自己的餐厅啊 对啊 风格风格这件事好重要啊 因为我觉得林卫廉这边啊总是让我觉得有不一样的肉来 而且我会发现你总是跟肉伤第一时间强劲 对不对 嗯 有可能这块肉之后在别的牛排馆也吃得到 可是你永远动作都是最快 澳洲也是啊 我发现你也从澳洲发现好多东西哦 其实大家都喜欢吃美国牛嘛 那澳洲其实会比较容易会被忽略 嗯 其实澳洲他的地理环境跟他的养殖的地方 其实他蛮适合养牛的 嗯嗯 对 还有海鲜 海鲜也不错 嗯嗯 但是其实海鲜对于大家比较可能耳熟能强 就是比如说澳洲的鲍鱼嗯 然后还有一些我曾经有用过那个塔斯玛尼亚的三倍嘛 那个其实东西也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虾类 就比如说什么水姑娘的这种品种的一个龙虾 对 其实也是因为一边在帮Ecard换菜单 然后一边就要广泛摄取这些食材是对不对 而且我发现你也不会局限说只有爱台湾的食材 是就我觉得其实呃什么样的食材他都有他的优点 嗯就是也不一定是说台湾的一定就比较好 或者是国外的都一定比较好 嗯嗯就是呃要自己去稍微去摄取去想 然后就是说可能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食材是对于消费者是好的 嗯嗯对啊我喜欢这样子的态度了 就比如说有的人搞不好刚刚其实大家有看到这个干贝 这干贝里面有豆豉有松子对不对 作为提味然后这个虎虾有公饱的味道 嗯然后呢呃在这个呃生鱼 清干对清干这里面有台湾的新鲜葡萄 对不对是其实是因为适合所以他才这样子使用 好明卫连我想要知道自从得到米其林一星之后有奥卡上门吗 奥卡哦就说你是米其林一星啊你没有米其林一星的水准呢我要来挑战你啊 我觉得台湾客人好喜欢这样哦我其实采访过好多米其林星星的餐厅和主厨 他们都跟我讲说有一批客人好奇怪 嗯就他们都一直想要挑战就说你有这样你有那样吗会吗 还好还好哎因为你站起来大家都说好哈哈哈我不是在欺负林威廉啦我自己也是我在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坐着吵架不一定赢可是我站起来我赢 因为呢对方都以为我要揍他哈哈哈气势很强有吗大家有对你们大家有对你们这样子的想法吗 嗯其实我觉得好不好是真的是个人的主观 嗯我觉得有时候有时候就是遇到就是一些比较不欣赏的客人的话 我们就会当然就是会告知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些理念啊 然后我们会尽量去想要去了解就是说这个客人他到底 为什么对为什么就是但是我们会自己就稍微再去做一些改进就这样 我们并不会去就是说可能就是要扭他对不对 对对对对 可是就像我讲我所讲的我自己认识的林威廉 我自己认识的A card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值得推荐的好餐厅 好啦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其实今天其实聊的不够痛快 我下次要让林威廉两手空空的来 好因为呢我发现林威廉带了东西来之后林威廉一直想要讲他所做的菜 可是我觉得一个大厨我不想用名厨啦 因为大家知道名利本来就是一起来的双收的我想要知道他真正辛苦的背后 而且大家知道林威廉其实在A card牛排馆从小做到中年 从小嘛对不对 对是 20几岁对不对 20几岁嘛 从小做到中年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啦 怎么样做这家餐厅怎么样张罗客人 呃还有就是听众朋友 你们如果今天要去新竹的A card吃 他们可以指定你对不对 我记得我上次你就跑掉了 对就有些客人他会希望就是看到我 你是礼拜几会去新竹有固定的时间吗 不一定 哦不一定 不一定 不是说一三五二四六这样子安排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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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台北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是在新竹 还是说在比较偏南的一些城市 想要吃到A card的牛排 然后甚至想要跟林威廉合照 我觉得其实要你出现是要跟你合照啦 对不对 想要合照就要有办法 对黄稻蟹浓汤就很赞 嗯啊这是你们的菜哦 是啊是啊 听众朋友直接指出菜名了哦 哦好厉害哦 表示你的粉丝也跟上来了 好了我们今天要结束直播了 谢谢听众也谢谢威廉 谢谢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套餐哦 如果今天是这个牛排 再加上所选择的全菜 其实他们家全菜有单点啦 我少变给大家看好不好 免得公关两个人站在这边看着我 害我不好意思 香煎虎虾就是你们刚才所看到的公宝酱 这个是八百元 其实不贵 那是单点价 单点价不贵 对对对对对 好来 香煎干贝 还有你们他们家中午生意也很好啦 是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四百克三千两百元 好了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不过呢给你们看价钱也没用 因为呢已经客满了 客满到明年吧 对不对 客满到明年 好 威廉先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 王若瑶 王若瑶今天一口都没吃 王若瑶今天很节制 王若瑶今天一口都没吃 因为今天本来要来聊聊天跟谈心事 就没有办法谈心事 他的菜带来太多了 好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赏心的Pony 拜拜